第二组 接下来要上场的 大家现在的一个情感状况是什么 一婚一玉 结婚十三年 俩娃 单身 两位男士 那有什么婚恋经验要告诉杨丽的吗 我们给的他也用不着 他俩应该就会说不要结婚 没有 不要乱踹头 对 那丽姐现在是要跟两个已婚的男士来较量 感觉怎么样 我们怎么配得上较量这个词 我们在婚恋里边跟杨丽打不得有胜算吗 我们想好好地演一场 但我们不想送死 你就那种感觉就是 你是一个小学生 突然被扔到了研究生的考试场上 我和孟川真的刚才在那开玩笑 真的 这一组其实就是我们俩 尽力就好 努力争夺第二名 最好是戴定网上不了了 杨丽也太难扛了 杨丽那些东西打不过 还是最看好杨丽 因为我觉得杨丽在比赛上 目前这个阶段是很难赢她的 而且是聊恋爱嘛 那是杨丽的大本营啊 关于恋爱婚姻这个话题 我觉得杨丽还是会有很多很强的观点 然后孟川呢 第二名的位置 她至少有气场的把握吧 波罗她跟孟川可能还有一个三七开的这样一个概念 就看观众喜欢到什么程度了 杨丽现在太难讲了 说她狠了 然后别人又骂她 完全不说那些话题 别人又说她怂了 我觉得我这一季最大的挑战就是在于能不能放松地演下来 在满足观众的同时尽量能取得自己 第二组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一位科学家 在我心中呢 她是一个伟大的人 她牺牲了很多很多本可以得到的钱啊什么的东西 现在在做一些我认为很伟大的事情 她能到来也是我们脱口秀单会的荣幸 掌声有请 波罗 好 大家下午好 我是波罗 真的太开心来了这个舞台了 我本名叫李之中 刚才也介绍了 我不是一个职业脱口秀选手 我是一个癌症生物学的博士 我平时身边搞科研的朋友特别多 但最近来上海认识了很多做金融的朋友 其中有一个对生命科学特别的感兴趣啊 我就随手给她科普了一下 什么叫基因编辑啊 什么叫免疫治疗 她听完的感觉就是 自己的金融专业简直就是垃圾 只有生物医学才能拯救世界 后来她又知道了我工资 她觉得拯救世界也不着急 她说波罗 你先去拯救世界 回头我挣了钱再来拯救你 我说你说这话就有点过分了吧 忽兰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今年我38岁 我已经结婚13年了 是保养比较好 你们可能一听觉得我是个学霸 但其实我一直是我们家里学历比较低的一个 我太太是一个律师 她有两个博士学位 她特别的喜欢杨丽 因为她经常都搞不明白 我这种普通男博士 为什么会那么自信 我在家的地位确实比较一般 还不仅是因为我她的学历比较高 而是因为她来自四川的利州 那个地方最大的一个标签 就是武则天的故乡 而我还偏偏姓李 我觉得我怕她可能是从唐朝就遗传下来 更何况我们家这个武则天还是一个律师 就武则天要懂的法律 李博士必然受气 还好她受过很良好的高等教育 就是在家是严格地执行民主的政策 就是我是民他是主 这次我回去给她说老婆 我去参加一个talk show的比赛 聊婚姻 我可能得吐槽你了 她头都没抬就说 你退赛吧 我说 你就不能支持我一下吗 她说 你的耳朵听不见吗 真的非常的无赖啊 我和她聊我们的感情 她来关心我的身体健康 我平时啊 确实特别地尊敬她 主要是她挣的钱比我多很多 这搞得我经常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那天我问了她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火和你爸如果同时掉进水里 你先救谁 她想了一秒说 是我推下去了吗 不是就没有法律过失 我说不是你推的你就不救了吗 她说你问这个是有病吗 又来了 我和她聊感情 她又来关心我的身体健康 当然和律师谈恋爱还是有一丁好处的 比如说 我不用陪她逛街 因为她是按小时收费的 她不爱逛街道 我都想逛街了 那天我给她说 老婆今天天气真的好 我们去逛街吧 你看换季了 我的衣柜里面都没有衣服穿了 没想到她说 你哪来的衣柜 我说你就不能陪我逛一下吗 她说 你的癌症研究明白了吗 只有一个博士学位还不好好努力 这次更惨了 我和她聊感情 她直接羞辱我 听完前面讲的呀 你们可能觉得我老婆特别强势 咄咄逼人 其实不是的 她温柔体贴 十分的随和 只不过她很不容易 又要挣钱 又要养家 所以嘛 有点小脾气 也是应该的 男人嘛 就是应该让着点 婚姻的秘诀 就是两个人要互相地理解 她对我真的非常的好 甚至这次还帮我写稿子呢 刚才那段就是她写的 她说如果你敢不念的话 就等着回去受律师函吧 好 我是波罗 谢谢大家 谢谢波罗 喜欢波罗的朋友们 不要忘记为她投票 3 好 谢谢大家 1 请锁票 其实她有几个点我都想笑的 但是我没准备好要笑 就错过了那个笑 但是我听来听去 我觉得你老婆挺有意思 你是怕你老婆吗 真的吗 对 太诚实了 好像四川有这个传统 是不是 对 爬耳朵 因为波罗作为一个跨界选手 其实我们私下交流 本来说第一赛段 都准备好就撤了 是 没有想到能突破到第二赛段 已经算是惊喜了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医生 然后要站在台上这样子 也是真的不容易 所以今天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我知道你是研究 就是那个癌症的那个 就是一个很严肃的那个形象 所以我一直在听的时候 就很认真 可能有些时候 就过分地认真 就是走进那个世界里面 所以当你在最后 那个punch line的时候 我去的时候 我都 我 我不能够去到那个 那个 就是那个抱点上面 像了堂克 但是他的创作力很好 然后就是感受到 其实你是跟你太太 是挺甜蜜的 谢谢 不是 那大老师 还听出一怕老婆干的 这都没听出干 他怕老婆 怕老婆多好怕的 大老师也是吧 我喜欢听话的女孩 我说你打我也是 这女孩帮给我嘴巴 我说多听话 别这么聊天 没有那么怕 就是还是和平相处 但是女孩 怕老婆的男人都有福气 对 因为这样家里头 就那个气氛好 波哥太太一定是个 很了不起的人 因为她做的 她做的这个工作 是不怎么争签的 好的 我们恭喜波哥 获得了两个领校员的拍灯 请进入等待区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by bwd6